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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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杨茜茜 rinse,看 来 昨天啊 我们大家跟大家讲到这个 這個金剛經講義 這是金剛經的一段經驗 過去心不可可 現在心不可可 未來心不可可 我們這一個單連就講 試練初 試練初前面我們大概能跟大家 簡單的說明了 關身不見 關壽事 第三個關心無常 我們就講的比較多一點 因為這個心我們學佛 包括世間的一些宗教 一些學術 都是在探討這一切 但是各有說法 我們佛經可以說一大藏教 都在講這個心 這個心我們真搞懂 認識清楚 所有的問題都能夠得到解決 那我們現在事情太多了 問題還是出在我們位於心 你有認識清楚 或是錯認 誤認 平時這個金剛經講這個三心不可得 我們再複習一下昨天這一段講一 三心呢 是過去現在未來 明三寂 寂這個字呢是界線 界線的意思 過去 過去歸現在歸未來 現在歸過去歸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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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表情 過去歸未來 這不是現在也不是未來 現在呢也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 那麼 未來也不是現在也不是過去 各有邊境 悟約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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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都有一个概念 三季就是讲的时间 过去 现在 未来 讲时间 昨天过去 今天是现在 明天是未来 前面一秒钟是过去 现在这一秒是现在 下面一秒是未来 所以讲时间 那时间呢 从哪里来 为什么有时间呢 时间呢 那个钟表啊 他自己不会去弄一个时间给我 那时间是谁把他定的 谁定的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人定的嘛 就是我们人去把它设定的 对不对 那个钟表不都人在做 东西南北啊 上下四围 这个石方 这个空间 那个方位 也是人去见 不然那个方向啊 他会自己说 我是南方 我是北方 他会不会这样讲 不会啊 是我们人给他讲 哦 那是北方东南西点 哦 那是北方东南西点 不是今天这个空间做出 人为 那人为怎么会变得 变这些出来呢 银一些的银行 叫做银行 这个 这个 银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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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词讲的非常多 不相应的就是说 它完全没有一个实际上的东西 你说设法 设法它有一个物质 你可以看到 那么时间空间呢 它完全是一个人去设定的一个概念 你说时间长得怎么样 空间长得怎么样 你找不到 那是人体给它设定的一个概念 你说那个装表 那个装表是设法 那个也是一个物质 那是属于设法 有为法设法 那时间空间就是这个心念 人心里深的念头 然后呢 把它设定这些出来 所以叫不相应行的 完全是属于抽象概念 所以这个时间啊 时间空间是心念 心念深的 我们人啊 我们人啊 去给它设定的 我们人啊 时间它自己不会说 它自己去弄个时间给我们 是人 去给它设定的 所以叫不相应行话 完全就是抽象概念 那这个抽象概念 那这个抽象概念 从这个心的念头 产生的 产生的 心念 既有三计 这个三计怎么来呢 过去现在未来呢 就是 我们这个心里的念头啊 有生有面 有生有面 我们这个念头呢 一个生一个面 一个生一个面 所以献出这个三计的一些 希望的概念出来 所以 既有三计呢 不畏千流 因为有三计 所以才叫千流 千流者 言其心如水之前那 后来 相归而前 千流一道而不息也 这个三计啊 就是 前面 这个念头生啊 等下面 后面一个念头就起来了 所以它叫千流 千流就 就比喻了像流水一样 言其心如水 我们这个心啊 现在这个生面心啊 就像水一样 前浪后浪相归而前 那么我们先看长江啦 看海水 河 海 江 河 那个流水啊 或是后面那个浪 推前浪 一直往前推 往前推呢 千流移动 千流移动 而不息 而没有 止息啊 息就是说停下来 好 我们看那个 江河海的水啊 它是一直流动的 它都没有停下来 所以这个千流呢 三季呢 在古运 这里讲 授想行事 这讲精神心法 那么我们大家常常读心经 色授想行事 色是讲色法 就讲物质 那么授 感受想象 行事 这个是讲心 我们精神方面 好 那这个心的千流啊 移动呢 在授想行事当中 这个行 这个字 行就是行则行动 行则行动 千流之一 它是一直动的 它是一直动动态的 它是一直动动态的 它没有暂停的 一分一秒都不停的 所以是千流的意思 盖晕其心 刹那不停 故意千流 因为我们这个心啊 刹那不停 那老上现在讲华人 特别一直分析的 非常的深入 那么借用现在科学家 发现的一些 道理啊 来 来 提出 现代人 因为 都比较相信科学 你没有讲一点科学呢 他就说 这个没有科学意境 那其实呢 现在科学的发现啊 还是 比较有限 有限 那么没有佛法讲的那么 深广 所以佛法讲的非常深入 我们这个心念的 变动啊 是刹那不停的 这个刹那 是讲时间的 那天跟大家讲 我们一般都是 讲的太多了 我们现在也体会不到 像现在老上讲的 华人经啊 噢 那分析的 太快了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就依仁王复活经讲的 这个 一坛子 六十刹那 这样一坛子 就六十刹那 过去 那一秒钟可以 坛四个 一秒钟可以 快的话坛四个 四个 四个坛子呢 就四乘以六十二百四 那么一个刹那呢 有九百个生命 四乘以六十 二百四再乘以九百 那不然 这样乘起来啊 老上也 乘过了 我们就不用准了 二十一万多次生命 我们不要讲太多了 二十几万 一秒钟有二十几万的生命 那我们就 这个 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所以说 刹那不停 我们这个心啊 刹那不停 没有停下来的 一直在动 赴曰千流 因其千流赴 过去现在未来 因为呢 我们这个心啊 是刹那不停 在千流 因为他千流 这个缘故 所以有过去现在未来 过去现在未来 是我们这个心啊 不断的在动 在千流 才会 感觉呢 有这个三季 才会感觉有这个三季 有生有灭 有过去 过去已经灭了 现在说现在 现在已经过去了 所以你看 那你接着看下面 然过去则已去啊 现在又不住 未来尚未来 故皆不可得 过去呢 过去已经过去了 昨天过去的事情 昨天过去的事情 已经不存在了 昨天 那么 那说现在呢 现在又不住 那么我们从这个 这个 不要讲这个 900生命 那个 看这个表 一分一秒 这个表 讲现在 过去了 一分一秒过去了 我讲现在 那这个一秒 又跳到下一秒去 所以呢 因为 如果你用那个 如果你用那个 运动场 用的马表 那一秒钟 一秒钟就 当中又跳得很多 那个更快 那我们现在用这个秒啊 来看 你讲现在 这是一秒 这一秒就过去了 所以呢你看了 现在 说现在又不住 我讲现在 停在这里 暂停 有没有 没有啊 他还是走啊 所以我讲现在 他没有停下来 他还是走 那现在就不住 对不对 让大家懂吗 懂 不懂 我再讲到大家懂为止 就是 就是 讲现在呢 他又没有住 就是没有停下来啦 那你说现在 现在他也不存在了 一讲现在 现在马上就过去了 现在又不住 那未来呢 上未来 未来 未来还没到 那现在又不停了 过去 已经过去了 故階 所以这样 金刚青啊 火柴的 这个三星啊 不可能 你得不到嘛 你抓不住他嘛 你控制不住他嘛 这叫不可能 那么下面讲啊 刻实言之 只有过去 未来 并无现在 概刹那刹那 而过去 哪有可可 刻实言之说 说实在话 说实在的呢 只有过去未来 现在 这个概念 并没有现在 为什么说呢 因为刹那刹那 就过去了 一直跳 一直跳 很快很快就过去了 你讲现在 现在根本都 没有停下来 所以现在呢 也是我们一个概念而已 实际上 你也抓不住他 所以哪有可得 哪有可得 哪有可得 你哪有得到胜利 就是我们这个信念 不断不断 那这些道理啊 我们要 深入 你深入去体会 慢慢深入去体会 那你体会感受到 感受到 这些道理 这个三心不可得 这个三心不可得 那我们才知道呢 这个试炼处啊 关心无常 他的 他的道理 如果我们对这个 三心不可得啊 这个没有 进一步的深入去体会 那讲关心无常 我们还是感受到 所以无常啊 它就是生灭的 天灵的 所以才叫无常 那么我们要观 观察我们现在这个心啊 是无常的 我们现在这个生灭心 是无常的 就是教我们认识呢 现在这个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心啊 是旺心 不是真的 那是无常的 我们要常常啊 深入的观察 那么观察呢 从金刚经 这段经文来观察是 最恰当 最恰当 所以我们这里 是金刚寺 金刚寺应该要听听金刚经 过去大概这边是讲金刚经 所以叫金刚寺 听说呢这个 韩宗三主啊 在这里传过界 真果之后好像是讲的 那 盘宗就从 六主开始了 对金刚经都很 都很 弘扬啊 所以金刚经名气就很大 我们接着看下面 不可得者免其当下即空 不可得就是说 给我们说明啊 当下即是空 就是空 空就是你得不到 你得不到他的 你也占有 没有办法去占有 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所以他叫空 空是这个意思 不是什么都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看到的 不是那个意思 你现在眼前这一切呢 你得不到他 就叫空 就像 我们看到眼前这一切呢 就像我们看电视 看电影 看电脑 那些荧幕画面 有几天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你也得不到 为什么呢 当下即空 这次 空的意思就是 你不可得 所以他叫空 不是说没有这些像 你说那个电影 电视荧幕 有没有那个像 有啊 你不能说他没有 他空空就没有 他有那个像 但是你得不到 那我们再看看眼前这一切 我们也得不到 那我们现在眼前这一切呢 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们没有得到 实际上是 我们暂时呢 有使用跟支配的权利 暂时有使用支配的权利 但当我们在使用支配的时候 当下也是一直牵远一直动 你也抓不住 一直在变化 补偿一直在变化 所以你深度去观察 你觉得 哦 原来是 这么一回事情 所以 我们现前 看到这一切呢 就是空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 大家这个 不要误会 所以 自己来呢 都不太 一些法师都不太讲这个 波勒经 因为怕人家误会 一个空什么都没有 那变成断灭空 变成旺空 那学着 学着边外道学 那就错了 所以这个 波勒经 离开波勒就没有手法 但是讲波勒呢 没有讲清楚 讲详细 我怕人家听得一知半觉啊 容易造出 这个 悟解 悟解那就错了 那就 不可以了 所以空 他是在这个像当中啊 你得不到 所以 今天讲的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都是空 因为得不到 所以说空 若不真心 则常住不动 绝对千里 这个 旺心当中呢 有一个真忍 有一个真忍 这个 真的要把这个心啊 弄得很明白啊 这个 要深入任言 任言经啊 这个 七处真心 十环显见 五音六路 十二处十八界 语语诚诚的分析 让你透视 我们整个身心世界的真相 让你认识 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旺心 但是呢 当中有个真心 他是 不动的 他是常住不动的 那这个真心在哪里呢 这个 波斯逆王啊 在任言经言 请问释迦摩尼佛 常常听佛讲经说 有一个常住真心 他说 我怎么都不知道 常住真心在哪里 佛就问他啦 就是 他说佛就跟他讲 就在你六根里面啊 你现在眼睛能看 耳朵能听 鼻子能嗅 舌能长 身能处 臂能够圆 六根当中的性 就是 常住不动 那现在我们在动的这个 不是我们原来这个性 在这个真心当中起了 迷惑了 起了一个旺心 所以旺还是从这个真起 好像那个海水啊 遇到台风啦 哇 起了波浪 那个浪就比喻说生命 生命是 极起福 生命性 但是那个波浪是不是海水 是海水 它还是海水 没有海水就没有那个波浪 那问题就是起了台风啊 所以它才波浪 如果风停下来了 是不是呢 这个浪又回归到平静了 那我们这个生命性 停下来了 是不是回归到 不生不灭的真心 就跟海水一样 台风停了 就常住不动 原来它就是常住不动 绝对倾断 绝对的不是倾断 所以这个波森立王啊 问佛 佛说真的你这幼神根线呢 那根线 他也体会不到 那佛就跟他讲 你几岁看到那条恒河啊 然后三岁 他妈妈就带他去恒河啊 拜祈佛天 去祈福 那现在呢六十二岁了 头发也白了 眼皮也皱了 那现在呢 已经老了 这个身体啊 跟三岁不一样 十年十年一直变化不一样 仔细在观察 刹那刹那 不一样 一直在变化 那哪里有 有不变的呢 他又听到外道讲 古时候印度就一派 就是 他是说人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 人死一分灭 在古代印度啊 这个叫断灭见 断灭见呢 就现在讲的无神问 那人死了就没有啦 什么都没有啦 这个在古代印度 一个常见一个断见 那么这个 他又听到那个断灭见这个说法 有人呢主张就是说 人死了什么东西 那听到佛讲一句说法 又有六道轮回 那既然死了 这个身体坏掉了 一烧一烧就变成坏了 什么都没有啦 那 那还有什么六道轮回呢 那谁去受这个轮回呢 他就追着追问这一个 那佛就跟他 自治不来啦 他说你又十二岁去看 很冷跟三岁去看 那个能够见的那个见性 有没有变 他说能见的这个有没有变啊 但是身体变啊 那么 佛就给他讲 啊 我就给他讲 就 那个就是你的性 那个你的性 那么 他听了就很开心啊 哎呀他听不懂啊 真的 我们身体有一个没变人 他找到了 所以他就很开心了 人不是死了什么都没有 这个变化的当中有一个 这个从来就没变的 禅宗讲啊 我们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千金万路就是教你认识那一个 认识你自己 不是认识别人啊 认识你自己 你自己本来面目 那旁边又有一个弟子又说啦 他说能见 那那个瞎子他怎么见呢 瞎子什么都看不到啊 那佛就说好 你去找一个瞎子来 好来就瞎不瞎 他学生就真的去带一个瞎子 他就问那个瞎子 你看到什么啊 然后我看到眼皮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 看到黑黑黑暗 一片黑暗 那学生就问啊 那个瞎子眼睛坏掉了 什么都看不到 难道他还有见性吗 那信也来 那佛也没有直接回答 我说你们现在眼睛好好的 那凭什么你们能看到这些 三合大地看到这些 三合大地看到这些 我就给他讲 如果我把你送到一个坑洞里面 没有灯也没有日光 没有夜光 没有新鲜 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一片漆黑嘛 是不是一片漆黑 晚上那个灯关掉了 我们白天为什么没有开灯会看到 大家知道吗 你凭什么看 太阳嘛 晚上没有开灯会看到 月亮跟星星的星光嘛 那个都没有 给你放在那个地下 地下套里面 你看到什么 那佛说说 这些通通给你拿掉了 那你眼前跟那个瞎子不一样吗 你看到一片漆黑 那箱子也是一片漆黑啊 那你有见性 那个箱子也有见性 说明了 那如果没有见性 他就觉得漆黑也很好 他只是这一个 暂时故障 他如果修好了 他又可以看了 所以我们能看东西 是借很多音点 很多条件点 你才能看 今晚你要借这些灯光 这个 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就好了 因为这个任言经很长 而且他那个没成来 那个 佛跟弟子都在问答 那个我们现在人 能够想到的问题 三千年前的人通通想出来 而且有人问 我也都解答了 好我们回到这里 有个常驻真心 如果你要深入 这个常驻不动的真心 建议大家深入认言 开会认言 不然认言你没有深入 你会被一些魔王外道 给你骗 你讲了你不知道 那就被他迷惑 所以结尾千里 但您众生无始来 君未成离念 那我们为什么见不到这个真心 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众生从无始结以来 到今天 从来没有离过这个妄念 这个念是讲妄念 念的是生念之物 故成千里 故为灰千里 炎灰常驻之真心 所以这个念头它是生灭的 所以成为千里 所以我讲这个灰心 这个不是你的真心 那么为什么讲不是真心 因为它没有常驻 因为它没有常驻 它不是常驻之真心 它不是常驻之真心 真心它不动 它没有三计 没有过境现在未来也没有空间 并俱处 那个才是真的 所以生灭心是忘灰真者 以真心本不生灭故人 那个生灭那个心 是忘 它不是真的 真的它就没有生灭 它不会变化 所以佛法讲一个真跟假 它的定义就是 你永恒不变的那一个就是真的 你凡是会起变化的 有生灭变化的 无常的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这个定义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心是生灭啊 所以说它是忘灰真 所以以真心本不生灭故人 既生灭之不挺 哪有食物可得呢 就是既然呢 这一切 我们眼前这一切呢 都是生灭不挺 哪有一样东西 我们真正可以得到它的呢 说实在话呢 我们眼前这一切 也都是暂时借我们看看而已 暂时借我们使用使用 你得不到 你控制不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观念当中 有所得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只是暂时有使用钱 所以老奥上常常讲 我们只要有使用钱 不要有所有钱 那实际上呢 哪一个人不都这样呢 这个房子登记你的名字 这是我的 那也是使用钱而已嘛 只不过呢 你使用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那也不一定 千年房屋八百组 一千年的房屋呢 换了八百个组人 所以这个 都是暂时呢 不使用的 所以不要去执着一个 哎呀我拥有我得到什么 也有啊 那个观念啊 是错误的 所以哪有十五 这个就 不是真的啦 顾约呢 是为心 这个心呢 忘心 如以一切法取职责 在乳意中 必自以为我能取 这个 乳 就是讲我们一般凡乳 以一切法取 取就是要取得 取得 那么取得之后呢 就执着呢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还没有得到呢 你去取 好像说 诶我没有钱 我们去 想办法呢 去拿到钱 拿到钱啊 这个就执着 诶这是我的 那么在这个当中 在乳意中 必自以为我能取 那这个取是谁在取呢 我啊 我能够去取 在我们这个观念当中 就是我能够去取 但是呢 但是呢 不知己此能取之一念 三计千里 当下之空 念尚不可得 尚何能取之有乎 这个 我们凡乎啊 不知道呢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能够取 这个一个念头啊 我要去取得 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要去赚钱 那么我要去赚钱 这个念头 在这一念 当你这一念 你是三计千里 这个念头啊 它也是过去现在未来 一直过去的 那么这个念头 既然是三计千里 当下之空 当下之空 那么你能够取的 这个念头 尚不可得 我们要去取的 这个念头呢 尚且不可得 尚何能取之有乎 那外面呢 怎么能够 你能够去占有它呢 取之有 就是你是得到占有 你的念头 都不存在的 一直过去的 这是讲我们自己心 那我们身外之物 我们自己都不存在啦 你还能得到身外什么东西呢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三年不可得 真乃罪心之语 三年啊 就是佛啊 给我们讲这个三年就是讲三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叫三言不可得 真乃罪心之语 真的是讲到 这个心中啊 深处 佛呢 给我们讲一个真话 讲真实语 讲真话 那么如果能够体会到这个深入去体会啊 指令我见无安利处 指令就很直接的 让我们这个我见 没有安身立命之处 这个我见自然它就不存在 那我们现在呢 喜后造业受报 我说从我见来 我见就 转成我相 一切都为我 有没有 去造业 去执着 生烦恼 都是为了我 他如果没有我 这一切都不存在 就不会造业 我见没有了 也就没有我相 那么这个我相啊 是一个希望的 是真人 所以这个 江老基斯太 举出任言经的一段经文 任言经曰 一切众生从无死来 生死相续 皆由不知常住真心 性静明体 用诸妄想 持讲不争 故有能转 六道融合 主要的原因就是 皆由不知常住真心 都是由于呢 不知道我们 这个常住真心 把那个虚妄啊 当作真的 去执着它 在这个当中啊 迷惑颠倒 造业受报 受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燕王 任妄为生 迷己足 就是这样 我三十系列常常念那个白文 任妄为生死 所以我们三十系列啊 中翁博士这些白文啊 没有录这个大臣这个 郭乐经啊 我们真 念是念啊 真不懂 性静明体 用诸妄想 用的是妄想 持想不争 所以就这个流转 把这个 六道生死轮回啊 这段经文就跟我们说明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当之众生从无死来 任妄为真 遂至生死流转 因一切为心照 生死轮回之苦 时有其心生命 这个生死轮回就是因为 生命心 我们用的生命心 所以献出献在外面这个生死轮回的像 那么基本的问题还是在我们这个心生命 所以延及像必有生命 讲到这个像 这个像这个字 它必定有生命 我们看到点前的这些境界像 它都是生命 没有一样东西它是不生的命 我们看到的都是生命 这个是我们现在 凡夫啊 大家 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 是一个生命的现象 都是无常 那么我们现在呢 修呢 这个是重点 重 重 重在 心不随向而斗 这是我们现在要用功的地方 我们现在呢 用功啊 要用对地方 要会用 那这样才不会 修无畏的苦行 所以用功呢 我们必定要知道怎么用 重 重点在哪 重 就是重点 重点啊 在心啊 你不要随那个向而斗 那这句话讲起来好像 也不难理解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在这个境界下 要去练的时候啊 等于要下一堂功夫 为什么呢 这个道理我们这样听一听 似乎明白 但是我们 心 见到这些现象呢 还是随着动 还是会动 那么 一动了即行也 你这个心 一动念头啊 就是受想行是这个行 就是行 行所谓千里面 这个行啊 就是千里面的意思 那么 你心不随向而动 辨除不见苦 这个苦 就没有了 不动啊 这个苦就没有了 所谓了生死 出轮回 心了 心出了 了生死 出轮回呢 就是出这个 什么了 我们这个心明了 这个心出了 离不开我们这个心 但是呢 重点啊 要能心不随向而动 这一点大家可以试看看 我们修行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就是在修这个 那么修这个呢 你要时时刻刻呢 能够 回光反照 回头啊 提高景觉 这个在 佛门讲 提起观照功夫 我们起心动炼了 马上发觉了 发觉了 发觉之后呢 让他这个旺念 流向 刚开始炼了 总是会忘记 心还是随着向在动 如果心不随向动呢 那我们烦恼就没有了 就没有烦恼了 那我们心里有烦恼了 就是心随向在动 心不动便处一切苦 一切苦都没有了 所谓了生死出如 心了 心处 故修行人 第一步啊 便当 明了此理 便清 俗为真 俗为妄 便清 就是辨别清楚 什么是真 什么是妄 我们要辨别清楚 心情的第一步啊 便当明了此理 我们修行人 第一步呢 定当啊 要先明了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不明白啊 我们修行 没有办法下手 不知道从哪里修啊 便清啊 俗为真 俗为妄 其实呢 极易辨别啊 这个江老基是给我们讲的 其实这个真妄啊 辨别也不难啦 容易辨别 显言之呢 显就是说 要浅显来讲 分别执着者 忘 这个老上讲华元经啊 几乎啊 每一堂课都是讲 分别执着分别执着 那么我们听了 是不是就不分别不执着了 听了很多啦 听了耳熟啦 我们也会欠别人说 你不要分别啊 你不要执着 但是自己 还是分别执着 我们自己都没有搞懂 难道教别人说 你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其实都 自己一直在分别执着 这个事情我都干过了 自己不要搞懂 你不要分别啊 不要执着 其实我自己还是在分别执着 所以我们现在听华元啊 应该听一堂课就大执大执 听一堂就大执大执 不要多啦 那听了那么几百个小时 几百个小时 还是糊里糊涂的 也没抓到嘛 老上不是 他常常讲到分别执着 那个就是重点 不断的讲的 那个就是重点 为什么要不断的讲呢 因为那个是最主要的嘛 那现在听华元有几个人 把这个真的搞懂 搞懂了 保证他不会生还 我一看到他会生还 我就知道 我自己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没搞懂 什么叫分别执着啊 听是听啦 葫芦吞枣 葫芦吞枣大家知道吗 这个枣啊 拿来就 一下子口吞下去了 你问他那个枣是什么味道 感觉怎么样 不知道 反正我就吞下去了 那个叫葫芦吞枣 他没有放在嘴巴 细角蔓液 没有细角蔓液 所以葫芦吞枣了 听是听啦 你真的问他呢 他还是不懂 所以什么叫分别执着 执着个什么 这个都要搞懂啊 不能葫芦吞枣 你执着什么 不执着就执着咯 这个 这样啊 这个 葫芦吞枣 这个不行 这个不起作用 一定要 知道 执着 他执着从分别来的 这个执着呢 主要 从爱欲生的 从贪 贪生出的 我们天天在念三心点 诸苦尽从贪力行 这个执着啊 他 一起来呢 他就只贪 翻身吃就起来 贪就是爱欲 欲就是爱欲 诸苦尽从贪力行 不知贪力起义何 因妄自性 泥头佛 我们都会念 懂吗 念的嘴巴都快破掉了 还不懂啊 你一执着啊 他就觉得贪 你执要执取 要执取 那自己就贪啦 贪先取来 贪取来是什么样呢 你要取嘛 能取嘛 取着嘛 取直嘛 取 我要得到他 要占有他 我要控制他 这个叫做他 意思是爱欲 我喜欢的我就是要得到他 我讨厌的就 那么爱欲一起来啊 这个所有的烦恼 单身吃慢这些 这些都跟得起来啦 嫉妒障碍什么通通来啦 叫派遇 执着起来就是这个现象 这个叫执着 让大家对执着有没有一个概念啊 分别是 分别他是 分别他还 只是分别 分别 分别当中起了执着 这个最严重的问题 出在执着 分别比如说 分别是什么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叫什么 叫比 这次他自己会说我是比 他不会嘛 那比是谁跟他讲的 我问人 问人的分别跟他讲 这个 这个是方形的 这个是眼形的 这个是白的 那个是黑的 这个 反正他自己会说我是白的吗 不會吧 他不会讲 那为什么叫他白的 你人的分别嘛 你给他分别嘛 长的短的好的不好的 那你分别出来 那你分别出来 给他设立这些名项分别出来啊 还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分别 最大的问题 起算执着 这个我喜欢 这个我讨厌 我喜欢这一种 你喜欢那一种 这个就叫执着 分别执着 就是这样来的 他现在活给我们讲 你这样错啦 你生死人文就是这么来的 你现在这个 不要执着 所以分别执着呢 为什么叫你不要执着 因为他不是真的 妄言 分别执着呢 分别执着呢 如果是真的 那佛也 不会反对我们 去执着啦 是不是这样 因为他是真的嘛 你真的可以得到嘛 那怎么可以反对呢 问题是很厌碗 那是旺的 那不是真的 所以佛呢 才叫我们 你不可以执着要放下 那不是真的 你要找到那个真的 所以不分别执着 所以深言之呢 真心无念 取念即忘 所谓修正无他 除忘而已啊 望云何除 离念已逝 离念则分别执着自无 真心自见 生死自了 离一分见 离一分 离得就见 离得就见 见义就见 那我们现在修学啊 重点在离念 离这个念头 你这个念头一离呢 分别执着他 自然就没有了 你不要起心动念 他就没有了 这个是 大臣啊 最直接的方法 你会啦 那生很多事情 这个言顿法 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 先学习到此地 那下面的我们明天 再跟大家报告 因为这个 关心无常 这个心啊 问题比较大 所以稍微讲多一点 我们本来是上 撒命仪的课 但是 我看到偶一大师这段开示啊 这个试念处啊 没有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啊 你修了这个戒律啊 修了半天 你不晓得为什么要修这个 修得普哈哈的 为什么 修得一肚子气 一肚子烦恼 那就不是真的戒 那你回家 我来说 那我是不是 我好 我илли 我 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